我們都是跟守則 跟規復 跟國福氣這樣做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麼多年來 經過所有的事我們都是跟守則去做 所以今次有些同事我知道 今天有些聯網告訴我們 有些同事是 我們其實已經收到很多聯網的同事 已經是收到他上司出email 說會對他的行為作處分 我想問高醫生 請問這個是不是就是corporate direction 要秋後算盡所有罷工的同事 我們給高醫生回應 請問這個請問 對我的理解呢 我們就沒有給一個指示的同事 叫大家出個email 給一些同事就說要主分 請大家靜一靜先 不是聽不到的了 後面的同事就聽不到的了 對我的理解呢 總辦事就沒有這樣的行動 或者叫corporate direction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家明白 這個官局呢 我們一定是要跟規程 跟規章去做事的 我們對所有同事都一樣 這樣才是公道的 我不可以說不同的同事 用不同的做法來處理 但是剛才 Millian問我有沒有一個corporate direction 要寫個email給大家 或者要處分呢 對我理解就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當然 我給你了 當然有特別的故事 大家可以先去看 我們可以先去看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一定是跟回整個 那麼多年了 大家都沿用人家資源所執去處理 其實可以簡單些做個總結了 我已經可以做個總結就是 高醫生其實兩條問題 兩個訴求都沒有辦法 正面回應到大家 我可以在這裏宣佈 我們的談判已經破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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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